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手冲咖啡 聪明杯 法压壶 低律机 以及电动的手冲机 这些方法它的各自的特点 我们该怎么样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手冲咖啡通常需要用到一把手冲壶 以及一套绿杯和分享壶 如果没有分享壶 直接用一个杯子来接咖啡也可以 手冲壶的种类有非常多 有电动控温的 也有非电动控温的 如果追求咖啡豆的极致的风味 那么我们可以用比较精确的温度来冲泡 如果不追求 那么烧开的热水再倒入到手冲壶里边也可以冲煮 另外滤杯的种类也非常多 就比如扇形的滤杯 V60折纸滤杯 蛋糕杯等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状 其中V60的它的通用度更广泛 因为V60它的滤脂能够适配的滤杯非常非常的多 只要是60度的这种夹角的滤杯 它都能够贴合 就比如折纸滤杯 或者是钛模的冰桶 轰炸机的滤杯 它都可以使用这种V60的滤脂 另外Klita的扇形的滤杯 它只能适配自己本身的Klita的扇形的滤脂 蛋糕杯它也只能适配蛋糕杯型的滤脂 手冲咖啡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它有这么几个点 首先它在咖啡馆的吧台里边出现的比较多 很多咖啡店会用这种方式来出品 另外WB2C世界咖啡冲组大赛 在全世界各个赛区推广 也使得手冲咖啡它在行业里边有着非常高的活跃度 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新颖的手法技巧或者是器具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入门的门槛 其实并不高 就500块钱以内 你就可以凑齐一套做手冲的这种咖啡器具 在家里边冲一杯手冲咖啡的学习成本也不算很高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去非常专业的去学习 或者是花很大的心思才能学会去做 基本上你买一些器具 跟着一些视频学习 了解一下制作的步骤和参数 自己动手做个几天就能掌握基本的充足的制作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精进到发烧油或者是从业以及比赛的级别 你就要研究各种参数或者是数据才能达到一个非常高阶的水平 另外手冲咖啡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仪式感 就比如像闷蒸绕圈注水计算焚水笔这些步骤 从观看者的角度有一定的观赏感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聪明杯 它相比手冲咖啡来说 它少了那种可玩性和观赏性 所以说咖啡店或者是家里边用到聪明杯的相对没有那么多 另外聪明杯它缺少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活动 不像手冲咖啡这样 它有各种各样的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曝光 制作步骤上相比手冲咖啡来说 它也来得更加直接简单 它不需要掌握注水快慢闷蒸 只需要把握好咖啡的制作的分水笔 以及整个过程的制作时间就好了 比如前段时间我去白金咖啡的工作室 他们招待客人用的就是这种聪明杯的方式 根据不同的豆子 微调浸泡的时间 然后打开过滤法 它就能得到一杯干净顺滑的咖啡 所以如果大家只是想在家里边用比较简单快速的方式来喝到一杯过滤式的咖啡的话 聪明杯它是完全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 接下来法牙壶它相比前两种器具 它更简单 它甚至不需要手冲壶和绿纸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我之前去国外旅游住民宿 我就见到有一些家庭 他就用这种法牙壶 然后直接买好抹好的咖啡粉 水烧开之后 我直接泡一会儿 过滤出来的咖啡就直接喝 虽然说我也知道这杯咖啡它不新鲜了 但是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喝的那么香 当然如果新鲜的咖啡都有用法牙壶来制作 它肯定也会更好 因为法牙壶它的过滤是只靠一个金属网 不是滤纸 所以说它喝起来会有一点咖啡的细喳喳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法牙壶是我目前接触过的 最便宜方便的制作方式了 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工作室里边 我一直放着的这台Markaway Chemex定制的电动滴滤机 我其实很少用这台机器 是因为这种电动手冲机放在我们工作室里面 它其实有点大材小用了 它其实更适合放在一个咖啡店里边 来作为一个手冲咖啡的出品机器来用 因为这台机器它的功能很简单 而且很单一 它简单到只有一个开关键 开机之后水加热了以后就直接来分段冲突 所以说这台机器它就是一台无情的手冲机器 只要水箱加满水 它就能不间断的做手冲 所以说像这类手冲机 它不太适合单个的家庭用户 它更适合在咖啡店里边出品 我用的比较少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 Chemex它的滤脂是真的不便宜 我不忍心浪费 所以说我冲完之后滤脂 我都会把它咖啡渣清洗干净 洗掉晾干 还能再重复的用几次 不然就这么贵的滤脂 其实还是挺浪费的 用低滤脂的家庭其实也很多 特别是在北美 如果你去旅游住民宿 或者是你看美剧 低滤脂它是肯定会出现在 家庭场景中的一个小家电 低滤脂通常它的分量会比较大一些 比较适合一家子里边 有个两口或者是三口人喝咖啡 一次用30克的咖啡粉做个三人份的分量 非常合适 有一些家庭他会在前一天的晚上做好一壶咖啡 然后就一直保温着 到第二天早上直接喝就可以了 所以低滤脊很多都会有一个加热保温的底座 把滴好的咖啡一直保温放在壶里边 什么时候喝拿起来就一直是热乎的 作为一个咖啡师来说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接受不了 这杯咖啡它不是现做的 但是的确有很多家庭它就是这么喝咖啡的 现在看到喝咖啡的这种方式多了 也自然而然的觉得 It's ok to enjoy a coffee by a different way Because coffe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